秋京最愛擁抱着你 最愛擁抱着你 你的哭泣总会想起 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的飞翔 却回不去你的心里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漫漫夜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心默默呼喊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作曲 李宗盛 何姐 陈叔 这么多年来 你们背负着复兴末世的担子 辛苦了 末世欠你们的 少妾 谢谢 少妾 可别这么说 是啊 少妾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看来你母亲说的对呀 过去我们做事有点太固执了 伤害了你 也伤害了一些其他的人 是啊 少妾 我和陈后为末世做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后悔过 那是啊 你们的养老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少妾 我跟何姐商量好了 我们要把这个公司 继续地经营下去 少妾 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是不是 关于同学 好吧 你先去办事 我们等你 多谢 尔昊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 埋伏在沐长河身边 帮我打探消息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 当年沐长河 害得我腹心破产 还是你拉了我们一把 我只是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好 其实沐阵飞很不错 你可以考虑跟着他 继续留在牧师好好干 同一个主子 之前背叛 现在中心 太复杂了 孟昊 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呀 我们永怀公司 真需要你这人才啊 是啊 请问同学是在这里吗 是啊 麻烦你交谈一下好吗 好 谢谢 是谁啊 没耽误你工作吧 没有 都已经快完工了 你还好吗 我啊 平平淡淡的 没什么好不好 平淡就是好 听说你要去德国继续读书了 是啊 都已经办好手续了 你呀 就适合做学问 真的 那时候 每次看到老师 把你和萧珊点上台去做题 我心里有多羡慕啊 每次看到你和萧珊肩并肩地站在黑板面前 我就在想 你们啊肯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一对 成绩又好 又互相喜欢 而且志同道合 你羡慕我 我是非常非常羡慕你才是 你活泼可爱 又讨那么多人喜欢 而我 却总是做不到 你 恨我吗 为什么 王赵的事 是沐云飞让我发的 他知道你有孩子的事 也是我告诉他的 同学 对不起 我不恨你 真的 其实 你早已经猜到了吧 我没猜过 可能 是我太懒了吧 懒得动脑筋 也可能是我太笨 猜也猜不着 又或者 是不想去猜 反正也发生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恨你 真的 你上次 孩子梅的事情 萧生去找过你 你不肯见他 他就知道 你们的缘分已经尽了 所以 他去申请当了交换生 离开了中国 我想 他也是在逃避面对你吧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想面对了 就逃了 可 怎么逃 心还是在你这里 不如 我告诉他你要去德国了 不 不要告诉他 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你们可以重新开始呀 我们都已经重新开始了 只不过 是各自重新开始 这样很好 好吧 同学 你一定要小心木有飞 童小姐 童小姐您好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顾永飞大小姐的管家 大小姐非常想见你 请你务必去一趟 这是给你买好的机票 你马上就可以出发 我为什么还要见他 因为 因为莫先生 我跟他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童小姐 如果莫先生坐牢的话 您也无所谓吗 这里还有一场回程的机票 您去了以后 马上就可以回来 谢谢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认为您福尢 是一天小心 mis 售咖善善dhrf 坐啊 请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真不好意思 这么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 我刚接手了远忠 所以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去处理 一直都没有时间车开身 今天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你接手了远忠 他拿着刘春亮的合同来找我签 说只要我愿意签 他愿意放弃一切 所以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莫总 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 听说你喜欢吃妻子蛋糕 这只蛋糕做得一级棒 尝尝 不用客气 怎么了 看蛋糕有毒吗 好 味道真好 我还想毒死你 也不会选在这儿啊 这对我跟少倩来说 太有意义了 我们第一次在这儿见面 在这儿结婚 十周年庆典也是在这儿搬呢 可是对他来说 不一定有纪念意义吧 他不是被逼的吗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上个月 我只是为了刘叔叔的合同去找他帮忙 现在交易已经结束了 你放心 以后 我再也不会去找他 他也不会再理我 我们离婚了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当年我们沐家 就他于水火之中 他这叫做万恩负义 你有什么话 请你当面去和他说 不要跟我说了 你倒是撇得很干净啊 有时候我在想 你是真的傻还是假的傻 不过还是多谢你 他基本上把我们家逼到绝境 多亏你拿了刘春亮的合同去给他签 他居然真的签了 你和刘叔叔是一伙的 对呀 他没有告诉你吗 难怪他说我笨 说我傻 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着 你就是笨 他也陪着你一起笨 明知道是一个局还要往里钻 不过不得不承认他对你真的很好 心甘情愿做这样的蠢事 你开心吗 我问你你开心吗 你明明爱他却还要这么做 你当然不开心 是 我爱他 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 十年前我对我父亲说 如果不让我跟他结婚 我就死在他面前 我逼着我父亲用彩礼去帮助他 可是他怎么对我的 新婚置业 他第一次提出离婚 就从来没有碰过我 对一个女人 一个妻子来说 是这一生最大的耻辱 他觉得他的婚姻是一种牺牲 而我又何尝不是呢 十年了 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可最终我发现 他是恨我 牧师出钱帮他 他觉得是他这一生中的奇耻大辱 而这种帮助的是被逼的 他更是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 就是这种荒诞无极的逻辑 让他把我拒之千里之外 十年 我一次一次地满怀希望 又一次一次地失望 我终于无法再忍受 既然如此 我成全他 如果你找我来 只是为了告诉我我有多么的笨 被你利用了 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如果你找我来 是为了诉苦 对不起 你找错人了 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你不想看着他坐牢吧 什么意思 之前他用导航仪的事情 想把牧师逼到绝境 他一定做了不少的手脚 如果我想追究的话 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有证据落在你们手上 这次你倒聪明了一回嘛 但是你该不会认为 这世界上 你该不会认为这世界上 别这么可怜兮兮兮的看着我 在我这儿不管用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知道你跟萧珊很相爱 有情人是应该终成眷属的 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 但是你只需要告诉莫绍千 刘春亮的合同是你故意骗他签的 之后你要跟萧珊结婚 就行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要图个心安理得 让你们不要死灰复燃 死灰复燃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从一开始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爸 而我也是为了还我爸的债 最后一个月也是一场交易 而且还是你撮合的 什么叫死灰复燃 那你就当最后一次帮你父亲还债 我是不会对他去撒谎的 你又为什么这么介意 对他撒谎呢 好吗 我会不会对你 他不是对你 他 metropolitan 里面有了 我都没有在那儿 他现在都没有那么理想 他都没有了 对我们反复 也不知 有点挺好 我还是有点 你知道这封信子的花期过后 需要剪掉之前 奄奄一席的花朵 才能再次开花吗 是吗 所以封信子的另一个花语 是重生 告别过去才能重生 即使是同一件事 或是同一个人物 但已经事无可为 要果断地告别 才能从心开始 明白吗 二长 童小姐 对不起 老马 要不是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 他关机了 我就不会来麻烦您了 童小姐 我替莫先生开车快七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制作主张 把他的行踪告诉你 你就听我一句劝 别再跟他呕气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莫先生决定把餐厅关了 人员已经潜散 早就该这么做 这次制作主张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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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